底下呢我们要来开始介绍一个比较重要的概念 组件 其实组件呢就是我们刚才说了 我们讲这个说代码要用的时候 就是一个重要的点就是复用 那么代码如果能够复用的话呢 那么它可以被反复使用 那么它被反复使用以后呢 自然就会有很多不一样的性质出来 那么用户呢会创造一个试图 然后创也就是它创造一个组件 这个组件呢能够被react来反复的使用 那么你才能复用 因为你要写一个东西 只在这个地方用 下次再用的时候又copy paste就很low 所以那么它一定要让它变得可重用 可重用以后呢 那么就提出组件的概念 view里面有组件的概念 那么react里面呢 实际上也有组件的概念 这是我们重点要学习的一个东西 ok 我们来看一下动手的语法 然后看es60class的语法 class呢 其实来讲呢 也是个语法堂 这个东西 语法堂这个概念呢 回头我一会可以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 就你知道别人说到 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就完了 你不需要特别把这事搞得很清楚 到这的时候 我会把整个es6里面的东西给大家都说一下 就是因为很多东西要么那个代码你就看不懂了 它是过来 从一个东西发展过来是有渊源的 好 我们现在先把 先把这个东西拿上 然后我们来说 在这个 就是 我们原来在这个es5里 怎么去处理继承这件事情 上面呢 是 id等于 app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来讲呢 就是我们原来说一下es5里面怎么处理继承 或者说怎么重用 那么es5里面呢 其实来讲呢 它的用法 我给大家回忆一下 正常来讲 首先你要定义一个方神 这是es5的 你定义完这个方神以后呢 这是得大写f 记得吗 大写f 这里面是x和y 为什么要大写f 因为一会儿你要用它来拗 所以你必须是大写f 然后这里面就开始有dis了 dis.x 比如等于x 然后dis.y 等于y 这看上去很像面向对象的感觉 然后这个时候你还会夸张的做一个什么 就是f.prototype prototype还记得吗 prototype是挂在 在函数底下的一个什么东西啊 是一个一个这样的对象 当你new的时候 它会同样的对象的引用 会被挂到那个对象的下画 下画线下画线poto上面去 然后凡是挂在这个prototype上面的对象 或者是方法 你拿走的那个东西都能用 记得吧 比如说我来一个funk 这个funk等于什么 比如等于function 这是当时我们es5都学好 比如我们就return dis.x加dis.y 好吧 这个肯定没毛病 好 底下的情况下 我们是怎么做 我们vr一个f 因为这是es5的语法 所以我们又退回vr了 vrf等于什么 这是一个instance 它等必须等于new f 比如这1和2 对吗 然后有一点啊 正常来讲 这个方法 刚才我们是挂在prototype上的 那么prototype挂在prototype上以后 刚才我们所说的一个是说 我们来比较一个 就是f点 下画下下画线poto 是不是真的等于f点 prototype啊 你可以看一下 它是不是 好 出误对吗 也就是说 这个东西 如果我用这个vrf等于new 这个东西 拿这个函数new出来的东西 那么这是f挂在的 f这个东西是天生的 你看我做完了以后 我什么都没改 它天生就等于它 明白吗 这个就是new保证的 new保证完这件事情 以后 凡是挂在为prototype上的东西 任何一个f都可以用 明白吗 这太捣乱了吧 f点 我点打是f点放 看见了 f点放 因为这个放在prototype上 这个prototype上 就是把this.s this.ry 因为你这new的时候 这个 这拿了个1拿了2 所以这个最后返回应该是3 对吗 除3 对吧 没问题吧 好 这是es5的语法 我大概给大家复习了一下 es5的语法里边 大概做到 这是new 然后这是往 构造函数上 因为凡是大写字母 都是构造函数 这是约定俗成 不是说语法上 真的会这么干 你这改成一小写 他也能用 然后这么做完了以后 凡是绑在这个prototype上的 这个function 这都有 好 这是es5的语法 好 es6怎么做 同样的事情 es6怎么做 es6在这个问题上 其实叫语法堂 为什么叫语法堂呢 因为这才是真正JavaScript 是做脚本的一个感觉 但是呢 偏偏有一批程序员 就是你 因为你要知道 这个世界上 主宰这个程序向前发展的是一些 非常偏执的 写程序 非常好的程序员 他们能写出来更高级的东西 他天生就不喜欢这语法 JavaScript当年在 在出来这个语法的时候 事实上来讲 也没被主流的人觉得怎么样 所以你看 他被很多的写脚本的人 会被很多前端工程师觉得很好 但是真正写代码的人 并不喜欢他 那并不喜欢他以后 那最后现在 现在发现说 你浏览器变得越来越强大 你必须 work and play with JavaScript 没办法 那 JavaScript就是那样 那好 就是说如果我又离不开你 怎么办 我就开始改造你 把你改造的 跟我原来看的那个样子 像一点 这样让我心里舒服 其实我觉得这个有点 怎么说呢 其实是 这个程序员的那种偏执也好 或者意识形态的这种东西也好 Anyway我们不管 所以ES6的语法堂 他的语法堂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写成ES6这种形式 他会把后台给你编成ES5这种状态 说完这个 一会我们可以试一下 我们来先写 ES5是怎么做的 他写了一个class 所以我要不把这事说清楚 你一看你就觉得这就乱了 你知道吗 比如说有一个class S 那么在这里边 你看这个写法 后面都不是那什么 都开始出大括号了 这个是什么样的语法 你要熟悉Java的话 这是至少长得有点像Java吧 然后有一个constructor constructor里面 有一个x 有一个y 然后在这个函数里面呢 他还会 这有一个console.log 其实来讲 他在这里面就 就是打印行字 渐渐的打印行字 就super constructor 好 这是classX 然后后面是怎么做 classF 我们刚才那个F来了 classF 它extend 连关键字中的都跟 Java里面一样 它从S出发 然后底下怎么做 底下有个constructor 这个constructor里面还是 xy 然后的话呢 它怎么做 super 它调用 它G类的xy 当然这个里面我多了一点 我刚才这个F里边是那什么 我这其实可以没那什么的 可以没有这个S 我只是为了console.xn的 如果跟上面这一模一样的话 把这个一扇 就跟上面 把super一扇 就跟上面一模一样 跟上面这个语法 它翻译出来一模一样 然后是super super完了以后 调用super完了以后的话呢 this.x 等于x 然后this.y 等于y 然后的话呢 底下再加一个function 它这个写法就让你至少感觉很舒服 因为你如果学过这个 怎么说呢 如果你学过这个相应的那个Java的话 这个语法跟Java长得一模一样 能理解吧 然后这是return this.x 加上this.y 那么也就是说 你这生成的时候还是用new 生成的时候还是用new 一层子F 我说 这个我说一下 要跟上面一模一样 这个要写成什么样 我给你们写一下 就是别会有同学会觉得奇怪 我只是为了给你再展示 因为上面没法展示一个层子 底下能展示一个层子 Ctrl C 我把它给你考在这 这个叫做 和上面的一模一样的版本 好 它应该是这样 如果你要为了追求跟上面那个效果一模一样 它是这样 行 你自己考虑一下 它该怎么 它该怎么办吧 反正它上面一模一样的 就是这样 然后呢 那么不一样 为了把这个一个层子加上来呢 我们还可以再加一个层子 它变成这样 变成这样以后呢 底下这块呢 依然是let 因为你是yes6的语法了 就用let letf 等于 也是new f 1 2 然后把这行 啊 赶过来 我们看一下 咦 等会儿啊 呃 constructor 哪儿好像少了什么东西 啊 嗨 打个点算怎么回事 好 看他掉了 supercontractor啊 这也出了三 所以来讲 这个东西跟上面 这个东西 它其实没区别 能理解吗 我们刚才 其实来讲 这 就是去访问了一下 我给大家看一下 他翻译的过程啊 htps 冒号杠杠 啊 然后 bible 呃 bible js.io 杠 repair 我们刚才看过这个吧 这个刚才是翻译用的 那算了 我们不理他了哈 反正这个东西能翻译出来 我其实是想给你们看一下 翻译出来是什么样子 那现在他这个 这网站 包使了 你知道吗 好吧 anyway 那等 等OK的情况下 大家可以把这段内码 就像刚才我那什么一样 把这段内码 呃 发到那个 那个 那个里边 然后他会给你展成 es5的代码 你可以看一下 他es5的代码是什么样子 而且他其实就是干这事 他把更高级的语言呢 翻译成es5 使得说一些不支持es6的浏览器呢 也能跑这些东西 所以为什么管这个东西 叫语法堂呢 他事实上来讲 就是在外边做了一个传承 就是他把这个样子 长得像这个东西 但事实上呢 他把它翻译成es5的这种东西来运行 因为es5 就只要你能翻译成es5的这个语言 es5已经是非常非常 稳定的一个东西了哈 其实你可以看 什么乱七八糟的 但这底下都是es5的语法 你可以看他create class 什么乱七八糟的 然后这是new 那什么 然后return f 上面反正这也有一堆 你看这儿 这是什么 就相应的这些东西吧 反正是 你看起来 你要仔细看看的话 可以看一下 也就是说 他其实全部翻译成 这边是es5的 这边都是 任何一个浏览器都跑得起来的 那这边呢 是他的语法 只是语法看起来 更像渣吧 其实我也 我也没觉得这种像渣吧 到底哪好 我没觉得这边呢 再见 我 Está冒zur主 带凌争 其实 affen人